我目前送出去的紙巾嗎? 但脫下來應該有超過兩億了吧 其實老實說我女兒有一點覺得說 媽 怎麼又要妳送口罩了呢? 那妳到底要送多少? 我就斬金截鐵的告訴她說 不要問為什麼是妳送 妳願意妳就送 不願意就不要送 我能有這個能力去送口罩 我覺得是很開心的事情 所以她現在就會說 啊好啦妳好棒棒 哈囉各位下午茶新聞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全民女神佳詠傑 哈哈哈哈哈哈 妳聽太少就給我這樣時間播放一下 是是 我覺得當然是很有使命感 對一個不太想要停年紀的女人而言 也很開心 就覺得說 沒想到這把年紀還可以成為女神這樣子 去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也就是捐贈了很多的呼吸器 就有一個長輩他就跟我說 他覺得這是一個很不容易的事情 他覺得沒有一個人可以這樣平地一聲雷 然後又這麼的有號召力 然後又有能力 可以嗎 很短的時間之內呢 然後又把所有的事情都這樣分配 把所有的機器也分配出去這樣子 所以他認為我應該要能夠持續下去 然後延續這份力量 我真的沒有想到那麼多耶 而且我想說不能讓我休息一下嘛這樣子 但是我低頭一看 然後那個長輩他就踩在雲上面 沒有啦 如果說我這樣可以幫助更多的人 那其實我自己個人是滿有興趣的 你說我 我目前送出去的紙巾嗎 那波下來應該有超過兩億了吧 欸不對不對 一億六是一定有 這一波比較少 老實說這一波的量沒有 需求量沒有那麼大 所以差不多一億六是一定有的數字 女兒們 呃 這一次的第一波 我一開始是送口罩嘛 其實老實說 我女兒有一點覺得說 媽 怎麼又要你 你送口罩了呢 那你到底要送多少 你能送多少這樣子 然後其實那時候我就轉經解鐵的 告訴他說 不要問為什麼是你送 你今天願不願意送 你願意你就送 不願意就不要送 但是呢 如果你做了這件事情 就要很開心的去做這件事情 那我很開心 因為我覺得 此時此刻 我能有這個能力去送口罩 我覺得是很開心的事情 所以他現在就會說 啊好啦 你好棒棒 其實啊 老實說 我就是一個 自我感覺很良好的人 對 我真的自我感覺很良好 然後也很自在 我覺得我做這件事情 自己真的是熱心的 熱血的 可是我並不會覺得我一定就是 譬如說有些意願 跟我說 我們可不可以有五台呼吸器 我的能力是只能夠送三台或四台 我就先送三台四台 我的個性不會說 啊怎麼辦 人家跟我要五台 我才送了三四台 我會覺得說 我很快時間就送到三四台 這樣我才能夠做得比較長久吧 所以其實酸民我 老實說 我覺得 我也沒有走心耶 但有的時候我也會回他們 就譬如說有人會跟我說 你就是想選舉 就說什麼不意外之類的 會說 呃 我其實已經就地當選了美少女 什麼之類的啦 或者是我可以直接告訴他說 人就不能夠很單純做一件善良的事嗎 因為我不想要說 讓大家覺得說 好像出來做好事就一定要被批評 我覺得這樣子社會是生病的 然後我也想要讓那些批評的人知道說 No 我們不是要來給你們批評 我希望有越來越多的人能夠有 不要小看自己的力量吧 其實我覺得 我可以了解 他在當下的 我覺得在這一波 是因為我的小孩都比較大了 他們都是青少年了 我可以理解他做父母的擔心 對 這個是我完全可以理解的 那我也可以理解 其實他在發文的時候 他不會是想要攻擊任何人的 他只是有一點擔憂跟著急 我很能了解這個感受 我當然可以接受啊 兒子喔 兒子我就要想一下 我應該這樣講好了 我其實還蠻會看藝人可不可以紅的 我們家大概只有老二 可以 小語 對 如果說小語真的很喜歡的話 對 那我覺得也很好啊 為什麼安安不行 安安會哭耶 喔 安安真的會哭 他超玻璃心的 OMG 我其實我必須說 我跟西緣還有CD都這麼熟 可是我真的沒有聽到過 他們跟我講這些事情 必須說他們是真的很保護 小孩的 他們真的沒有跟我講這些 連我這麼熟都沒有聽過 你是見一個小朋友 在場面去 有見過這次啊 嗯 然後對於他 的印象 但是我實在沒有很熟耶 對 對 就是 來自對岸的 尼瑞先生 哈哈哈哈 但其實我必須說大S自己調適得很好啦 那自己的狀態是很自在的 你有被頭髮吃到飯嗎 有耶 哈哈哈哈 真的喔 真的是很開朗 眼睛裡面都是愛心 看著大S這樣 嗯 好棒棒 非常 你看了就是 完全不會羨慕 直接忌妒的那種 謝謝 謝謝 要那個幫我拍美一點 哈哈哈哈